通过曾请总统合可后 以请立法院复议 行政院会临时新增讨问事项 基于七大原则 针对立院职权行事法中听证调查权 以及藐视国会罪等 提出复议案 总统收到了行政院的复议理由书之后 将会实施评估 再做出妥事的决定 依照宪法增修条文 政院提出复议 经总统合可后 可以在决议案送达行政院时日内 以请立法院复议 若过半赞成复议通过修法失败 但蓝白联手情况下 复议势必不通过 该有的表决 该捍卫的立场 该捍卫立法院宪政上的职能 我们就是会全力的捍卫 到底有没有可能过 目前的立法院的这个结果 你这个复议案过的机率 实在是太小了 蓝白话都喊出来了 最后恐怕还是得进入视线战场 若立院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 倒戈通过 行政院长有权 称请总统解散国会 国会改革闹得沸沸扬扬 但摊开TVBS最新民调 超过六成民众根本不清楚国会修法内容 三成二理解民众当中 有41%支持修法多于不支持 至于修改的法案内容 四成一支持蓝白立场 三成二支持绿营立场 政院提出复议案 意味着立院将陷入再一波的朝野攻防 TVBS新闻无可言成人平台 别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视频